挑戰者遠從高雄北上 拿著開鎖工具 希望破解古董保險箱 但經過一個小時 努力還是選稿失敗 沒兵打 彰化芬園 限定古蹟 芬園裝藝廠 是這時期的香工鎖 修繕過程中 取出一個神秘保險櫃 高一百二十公分 重兩百公斤 距今有一百年歷史 但有鎖頭跟密碼鎖 連專業鎖匠都打不開 一開始 香工所祭出五千元獎金 徵求高手開箱 沒想到經過三天 還是沒能破解 香港說想打開保險櫃 有三道關卡要突破 鑰匙跟密碼鎖 早期技術不算複雜 應該不會太難 但關鍵是把手 可能因為年代久遠 嚴重秀石 無法轉動也是白做工 如果既然就要把它打開 有這個想法的話 我們再提高金額到一萬塊 歡迎開鎖的 會開的或是有興趣的 都可以來挑戰 現在獎金加碼到一萬元 希望吸引各路高手 大家一起看看 箱子內到底藏了什麼寶貝 記者陳舍林是謝里雲杰展化報導 轟隆隆引擎聲浪 不少人光聽舊頭痛 台中警方聯合監力站在北屯路南下這輛綠色重機 不只七彩燈光亮眼連車燈排氣管都改了 車殼上還有危險人物王者等字樣 看起來超瞎趴 警方一查不得了 這輛重機新車價93.8萬 2022年全台只配20台 號稱人界之王十分稀有 但再酷再炫依舊要吃上罰單 車主42歲黃姓男子 穿著聖光騎士團T恤 臉恐怕比車子還要綠 他更變車頭燈 以外之燈光排氣管分被超標 甚至越級駕駛 要付出五千四百元罰還要求 限期改善覆驗到合格為止 駕駛也只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 另外環保與檢測該戶重機車 分貝數為一百零三分貝 遠超過標準值 除了這台人界之王 短短四個小時警方就攔下十四輛車 一共開罰六件 別花大錢改裝自以為很帥 最後下場就是繳發單 充實國庫 記者許文李雲傑 台中報導 高中生們穿著高校制服 可愛的成熟的展現各種樣貌 但這些正妹在這次的制服大賞中 都輸給他 感覺有點心虛 為什麼 就是因為就是來一個搞笑的 結果被就打敗那些正妹 這位來自台中二中的 二中獨角獸 以學校的白襯衫 搭配上長角的工程帽馬桶 刷進奪下高校制服大賞的冠軍 我沒有預料到會奪冠 那平常我就鼓勵他們可以積極參與一些活動 二中獨角獸以七千零六十五票奪冠 能夠脫穎而出幕後的工程 還有這些同學 原本只是普通的工地帽 我們就是上面裝配飾之類的 也有想過掛鈴鐺啊什麼 但覺得好像腳比較特別 我覺得是算是可以代表我們高中生的一種熱情 二中獨角獸搞笑有創意 而中部除了台中二中 喬泰高中也擠進前十名 還蠻好看的 就還可以啦 就蠻整潔的這樣子 喬泰的劉同學 金髮韓系的裝扮 搭配制服也是相當吸睛 照片取景也有意境 也難怪在衣票的制服妹子中 能夠突破成為 這條參加警察台中採訪報導 微波加熱之後便當燙手 7ven原本免費提供提網 日前公告12號開始 必須以兩塊錢加購 但是有一名網友PO文抱怨 到7ven買了微波食品當午餐 店員在結帳之後 微波完才告知提網要收費 他生氣的表示 現在超商爛死了 提網都要收費 為什麼不是結帳的時候就先告知 有時候我們是整超你知道嗎 找零錢 那個太麻煩了 大家應該都有環保袋 像我今天就是自己 我們都有自費這樣子 所以應該早就知道了 澎文一出 卻被網友留言打臉 有人說早就公告很久了好嗎 都在門口有貼公告 店員也有提醒 另外也有網友分享 半價拿提網的方式 只要透過7ven app 就能夠透過相當於一元的一點 來換購提網和提袋 我覺得想想好吃比較重要 那我可以放在購物袋裡面 都會自己帶購物袋 那喝飲料也會自己帶杯子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影響不太大 除了7ven之外 其他超商的做法 全家便利商店2017年 就停止提供咖啡提網 一杯裝和兩杯裝的 不織布咖啡提袋 每個兩塊錢 萊爾富有提供 鮮實免費提網 咖啡的紙袋免費 咖啡提網一個兩塊錢 OK超商咖啡杯座 紙袋和紙袋提網 都是免費提供 環保意識抬頭 四大超商針對提網提帶 各有不同做法 民眾消費之前 最好先看清楚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